任何时候都不要为不值得的人,不值得的是费时间,费心力,这句话来源于甄嬛传,它告诉人们,不值得就是不值得,不会因为投入多少,付出多少就有所改变。 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抽身,避免越陷越深,而当男人有这五个表现的时候,女人就别爱了,因为不值得,一,出轨出轨,绝对可以算是两人之间无法接受的背叛,不管男人如何述说忏悔,如何做出保证,都不要再想着继续了,感情该断的时候就只能断,也许你现在翻过了这件事。 但埋在两人之间的刺重下,指不定什么时候,就又被其伤的遍体鳞伤,而深爱他人很多男人都无法忘记自己的初恋,但有的见有的深。 前阵也是一样,女人不要委屈自己去爱一个爱着别人的男人,因为她的心一条不在你这里,你们就一天不会有结果,与其这样消耗掉自己的青春,倒不如放弃这棵树,还有整个森林等着你。 三,家宝不要相信喝醉了的假话,也不要相信下次不会了的遮掩,有一就有二,事实已经发生,绝不能做着男人伤害自己,这只会让他形成惯性,既而愈演愈烈,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疼。 相反,在第一次受伤时,就要清晰的告诫自己,远离这个男人,他不值得你爱。 四,看清你如果一个男人看清你,你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,将一个人改变看法很难,而让一个人放下成见更难,看清你,你的付出,你的努力都是白费,何苦拿着一颗心去让他人糟蹋,别人不要时就好好收着, 四,总会有人珍重结果并与你交换,五,作家你设置一个个为男人的要求,去让你达到,说出一次次难以置信的问题,来让你解决,这不是在考验你,这只是在戏弄你,猫有时也会逗弄老鼠,但你可曾看见猫什么时候爱上过老鼠,你再发看来,或许就是一只玩弄于鼓掌之上的老鼠。